你知道他是國立 那是表示那個時候 故宮就是屬於國家 不是黨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這些像這個 陳立遜這些人 他們事實上去Google一下歷史 連這個基本歷史都不知道 把他當成黨保 對 當成黨保 那現在中國有人講說 那故宮是我們的 裡面有文物是從中國大陸搬來的 那是不是要回歸給 目前在北平的故宮呢 所以我覺得講這些東西是 大家覺得好像沒有去 好好去思考這個事情 它的來龍去脈 就隨便講 那我們知道國民黨全代會 大家還是很關注嘛 所以你講那個話之後 大家就覺得 好像是個笑話一折 那再來就是這個黃金 同樣的就是大家也知道 這些黃金 當時也是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從中國大陸搬來台灣的 他本來也就是國家的資產嘛 那我覺得現在去包含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葉宇蘭 他也是一個教授 然後也是學者出身 那講這些話 大家會覺得難登大雅之堂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的這個 形象的問題 某種程度有點不可 受到這些 這個什麼中央 這個立委啦 或者是什麼中央委員 他們隨便亂放炮 那講話也不負責任 那變成你的形象就一點一滴的往下掉 那表示就是說 江喜成的確是 現在無法控制他的黨內 我是覺得他乾脆 早點辭掉這個黨主席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做的也蠻辛苦的 國民黨因為這個選舉一敗再敗嘛 那敗到最後的結果是 頭腦已經不清楚了嗎 現在要跟台灣人算帳嗎 來貝芬姐 這個新店的黃金啦 真的葉宇蘭這樣講 恐怕台灣人民這樣 真的沒辦法接受 當年已經這個短短一年就花掉了 三百多萬兩黃金 那也就是說 當年兩百多萬的軍民說來台灣嘛 那時候台灣人民有多少 等於是也是在這個 餵養著國民黨這些從中國來的人 那你不要說這樣分好了 大家一起好了 那現在國民黨竟然還要跟台灣人算帳 其實我看過那個 當時那個 後來的總統啦 就是嚴家幹 他那時候在財政部長 我覺得他寫的比較詳細 其實那個時候台灣所有的那個央行跟日本的 那個時候是跟日本 在日本統治下 所以他那個錢幣的換算 還有建立一個新的那個幣字等等 那個大概是花了很大筆 那另外就是可能就是軍隊 你知道那個時候軍隊的服裝 到台灣來的時候真的是泼泼爛爛 坦白說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還這個 有那個到冬天 撤退回來到冬天 孔祥西還拿了一筆錢 讓他們做一個夾克 就冬天的棉夾克 所以那個時候的軍隊叫孔祥西夾克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的經濟確實是不好 那你說到底是三七五萬兩 那還是多少萬兩 有各種說法 但是真正花在那邊 我覺得國家建設跟當時的軍隊配備 那些大概都有關係 還有那個時候剛剛打完仗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真的是斷延殘幣 事實上最大部分是那個錢財 就是說台幣新台幣的換算 那個是花了很大 因為你要把那個幣值整個換算過來 跟日本那個解除關係 台灣銀行跟日本的那個解除關係 換算成台灣的新台幣 那個是花了一大筆錢 1950年代那一份財政部的報告 還有中央銀行報告都有 就告訴從中國 因為後面就撤不來了 淪陷了 後過來的總兩數三七五萬兩 所以當他們去跟老蔣總統報告的時候 他那個侍從官大掌櫃在旁邊會聽到 還搭配那個報告 但我們原來都不想去算這個 今天是葉玉蘭回過頭 叫台灣人家把這個還金還給他 你知道那時候支撐的台灣 400萬團年加200萬人 是台灣本身已經殘破不堪的經濟力去撐住 所以才會幣值大幅的通貨膨脹 也導致他們那個準備 貨幣的準備已經不用那麼多 其中還有在上海 真的一大堆台灣的物資 被四大家族整個往上海去送 送到不能送為止 所以那一段歷史 葉玉蘭如果好好去用功的話 他絕對不敢對台灣人民說 那種那種態度真的不應該 其實我再補充 那天他說那個故宮 故宮的東西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還記得那時候民進黨說去中國化 所以就有很多老一點 老一代的國民黨員說 你要去中國化的話 那些都是中國的 因為不管5000年以前的歷史 那你會通通還過去就好了 那個是企劃 那另外我那天是講 其實我那天是我惹出來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禮拜二的時候 在電視上說你講故宮要回來 還不如去把那個黃金要回來 結果他第二天 我是諷刺 他聽不出來諷刺 對我說你與其說那個故宮寶物 要變成國民黨的 你還不是說故宮的黃金也是 那個新電三洞裡面的黃金也是國民黨的 也要回來 結果他第二天就講這種話 還真講出來 我其實是在諷刺 OKOK 來來來 包括葉宇蘭講話 因為他立委尊重他 我覺得說他有點半開玩笑 或像佩芬姐講有點氣氛 就說你現在民黨在推動去中國化 不然這個大陸過來都賣了 都賣了黨產 他說你跟我要黨產 我跟你要黃金 他是講這個 我覺得這種論述 也不是國民黨內的主流論述 如果真的你要去論亂 那個北京當初故宮流出的文物 現在不是就台灣有 大英博物館也一堆 流落全球 全球都有 像埃及的文物 大英博物館也拿了不少 像這些老講 對他的時空背景的脈絡 你真的理不清 剪不斷 理還亂 那各國之間也有在訴訟 像埃及也有想把大英博物館的東西 拉回來 這些真的他有時代背景 你真的一時間把它釐清很難 那至於說 我們有一些黨員的講法 跟社會主流的民意 跟黨內的主流民意 都完全偏離了 可是全大會除了討論這些之外 其實他有討論其他很多很嚴肅的議題 都有啦 只是把這些議題 這些不是黨內的主流意見被放大了 可是我最後要講一句話 國民黨要爭氣 不是要生氣啦 講這些企劃沒有用 現在要爭氣說 你接下來2022怎麼贏 這才是重點嘛 來 郭東哥我們簡短好了 這件事情是陳律序你可以不認識他 葉宜蘭你總認識 認識啦 那葉宜蘭你是個立法委員 不分區喔 你要錢的時候 蔣介石就是你們的總裁 你要談反共的時候 蔣介石就被你們踢到哪裡去啦 蔣介石一聲反共 反到現在到死的時候還在反共 連現在連遺體都不會搬回中國去 葉宜蘭你要不要一起 順便把他接收過去 不要這樣子姿勢低到這種程度嘛 可是我不客氣講 你這些話是挑起老一輩 臺灣人的那種族群意識 你不是在挑撥族群嗎 剛剛丁宜委員已經講過 四萬換一塊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也不是像鄭邊君講的 那時候財政轉移什麼 那叫收刮臺灣人民的財產啦 一句話說白的就是這樣啦 如果臺灣人有錢的話 還能去挺國民黨流浪的政權嗎 全部錢四萬換一塊 大家都沒錢了 你再大的財主 再大的地主都沒有錢了 然後土地給你分割 三七五減豬 跟著有其田 土地也沒有啦 那時候要種田的回料 還要你家裡拿稻米去換回料 以糧換肥 他們還有接收日產 所以這些年輕人不知道 你葉宜已經挑起這個東西 讓我們老一輩 每年講說要說清楚 那你立法委 你就在立法委訂一條嘛 當年四萬換一塊 受損的臺灣人民 都可以來補賞他 領回這些錢嘛 不就好了嗎 我們還佩服說 這個國民黨立法委 不分之厲害 正義或公義 你現在要錢 什麼都不認 我跟葉宜蘭講 你乾脆提案 黨員每隔夜交黨會 集資金百位立財 就像上次那個 中了三十一到兩個 大家都有錢了 每隔夜黨員都很快樂的交錢 黨會都交 以你們幾十萬黨員 這樣每次推立財 都你們國民黨包的 你信不信 這太酸了 這哪裡有酸 我給你一個好的一條路走 不要欠錢欠幹 那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沒出息 全國黨代表大會 提不出改革 國民黨的新政策方針出來 每天想錢 想到這樣子 這個黨還能在臺灣存在嗎 好 再來關心中國的最新現況 他們的領導人習近平呢 前天在這個疫情表彰大會致辭 那談到對抗五肺高喊 為熱乾麵加油 大家都愣了 來聽他怎麼講 全國人民 全國人民都為熱乾麵加油 大家都說 全中國等你痊愈 我們相約春天賞櫻花 好 我們聽到習近平說呢 大家一起為熱乾麵加油 第一時間我聽到這個 還真的是爆笑 到底他在加什麼油呢 來 范老師 這句話是什麼 是要鼓舞他們的士氣嗎 現在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是不是他念錯稿子 因為習近平念錯稿子 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上次有人 有句話叫做通商寬農 因為中國的農 那個字很像衣服的衣 就他改叫做通商 念成通商寬衣 寬衣是要換衣服 對 那這個熱乾麵 大家搞不懂 到底武漢有沒有 熱乾麵這個名產 後來就很多人幫他解釋 說我們武漢有熱乾麵 那他是不是 我看他是蠻疲憊的樣子 他說春天賞櫻花 櫻花應該是日本人賞的 我不曉得這個稿子 是王滬寧幫他寫的嗎 什麼這個裡面的問題 蠻多的 所以有給他挖坑嗎 對 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我看到那個 這次是因為他們要針對 這個武漢肺炎的 這個表彰大會 李克強在旁邊 你看他的表情 非常不耐煩 他那個稿子 因為習近平是造稿念 李克強一直在翻這個稿子 翻的聲音很大 那個動作很大 就好像他不耐煩 對 那習近平也看 整個場面也是非常非常奇怪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中國的武漢肺炎 到底現在是什麼情況 沒有人知道 那李克習近平只是要透過這個 來凸顯我的抗議成功 所以你看裡面像那個鍾南山 鍾南山表情也很奇怪 他的臉一點笑容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嘛 他是幫中國在隱匿疫情的人 結果他反而被表彰了 對 包含像這個 什麼好多那個解放軍的將領 包含過去也 包括是幫中國在做掩飾的 也受到這個獎賞 那大家都覺得 他們在內心也覺得 應該良心不安 所以他們表情也很尷尬 那習近平也是一樣 一臉笑容都沒有 本來應該是一個喜事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一向是把喪事辦成喜事 但是大家也知道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場是一個 非常尷尬的一個慶祝大會 OK 所以這場要表彰 這個全球的疫情都還在延燒 他們竟然要表彰這個 這個抗議成功的人士 而且在致死當中 這個漏漏等講到非常多 為熱乾麵加油 真的是笑翻了大家 來 金黃你怎麼看 這習近平好像口誤很多次 也有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他學歷不高 有可能把字給看錯了 對 因為這個是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的秘書自己講的 他說習近平的 這就是標準的國小學歷 習近平為什麼只有國小學歷 是因為他在升中學的時候 念初中初一初二的時候 他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所以當時習近平呢 他等於是說文化大革命嘛 所以要求他們要下鄉 那下鄉等於是說 帶著鄉下的那些工人 有沒有 去做工嘛 所以等於說他受的教育就有限 那麼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他再回來 後來的學歷呢 就被人家認為說 那個學歷有一點喜學歷的 那個嫌疑啦 因為他有個輕大的學歷嘛 那這整件事情呢 其實坦白說 就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沒事沒有人會去 challenge你的學歷 但是因為習近平 講錯話的頻率真的太高了 除了剛剛范老師講 那個什麼寬衣 就是寬衣寬容 這兩件事情弄錯之外 習近平之前還犯了一些錯 比如說他到澳門去 要歌頌這個要講說一國兩制 講說這個 因為一國兩制 大家都相信的關係 所以帶來了長期的繁榮 然後後面接了一句香港 你想說你在澳門演講場合 然後說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帶來了長期的繁榮 那當然人家怎麼聽 都覺得很奇怪嘛 那另外一個 很有名的習近平 講錯話的例子是什麼呢 是金戰 那金戰我們都知道 金戰就演藝金戰 表演金戰 那個金戰 他是三點水在旁邊 但是習近平把它唸成金勝 就是勝至的勝 為什麼的那個勝 所以他一唸完了之後 你在那個公開的場合下面 我請問你 你敢直接公開嘲笑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嗎 當然不敢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這個在幫熱乾麵加油裡面 你發現一個現象是 習近平講完了熱乾麵之後 底下沒有人敢有反應 但是大家都在想說 奇怪你不是要幫武漢加油嗎 因為他其實要幫武漢加油的 還是因為他想到武漢直接聯想到 武漢當地的小吃叫做熱乾麵 所以他很直覺的跳過武漢 直接唸成熱乾麵 因為我們後來查了一下說 發現這個熱乾麵是武漢當地的十大小吃 他們把它當早點來吃 那他就為什麼當早點來吃 因為早上的時間速度要求快 所以快速的燙一燙 拌一拌之後就可以吃了 那所以我們在想說 習近平是因為那時候是肚子餓了 我還是午餐沒有吃夠 所以會突然想到熱乾麵這件事情 這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好奇跟弔詭 但習近平的其實真的他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於他講錯話 而是在於說現在習近平的講錯話 或者講得不夠精準 都有一個人要更正他 誰要更正他你知道嗎 李克強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而且最新的狀況是什麼呢 最新的狀況是 從六月份到現在九月份的時候 習近平從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開始 劉鶴是他的同學好朋友 然後從劉鶴開始到習近平本人 都不斷的在強調內循環 意思是什麼呢 人家在跟你打貿易戰嘛 你出口受到影響嘛 你出不出去嘛 然後你在這麼多的國家在圍堵你 所以習近平強調說 要有一個內循環 意思就是說 中國如果被鎖國的話 靠自己國內內需市場 我也撐得下來 那當然他也不是說他不要外銷 他只是說內循環要把它做好 但是內循環這件事情呢 今天被人家打臉了 被誰打臉呢 今天被這個李克強打臉了 為什麼李克強打臉他 因為李克強講了一句話 李克強講了四個字 叫做消費堵點 什麼叫消費堵點呢 我們剛剛講到嘛 內循環三個字靠的是 中國國內內部的消費 大家的消費力 但是他們發現一件事情呢 李克強直接講就是說 現在中國國內有好多的消費堵點 什麼叫消費堵點呢 年輕人閉了業找不到工作 結果沒有工作沒有薪水 他是不是就不能花錢 他不能花錢 是不是就是一個消費堵點 然後工人本來好好的有工作 因為疫情的關係失業回家了 然後所以他是不是就沒有收入 他沒有收入 那你叫他怎麼去消費 內循環他就變成一個消費堵點嘛 那還有遇到災情的那些災民們 本來有工作的家鄉被沖回了 工廠被沖回了 沒人付薪水給他 那他是不是也成為一個消費堵點 所以李克強在講的是說 中國現在衝刺的許多的消費堵點要解決 習近平有聽懂嗎 當時沒有習近平在 只有其他的官員在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這一篇呢 而且還透過新華社官網 發出來的消費堵點 這一篇是打臉習近平 這等於是狠狠地打臉習近平的內循環的講法嘛 因為習近平的內循環已經講兩三個月了 結果你現在在告訴習近平說 不行啦 堵住了 道內循環我們很多地方都堵住了 尋不起來啦 這個尋利你可能還比較有效一點啦 所以你就會發現他這種講法呢 等於是另外一種在打臉習近平 那習近平之後要怎麼像 上一波地攤經濟一樣的修理李克強 這個就有後有待觀察 OK好 習李兩個人鬥爭還真的是 鬥到這種蜘蛛必叫來 不管怎麼看 現在就說為了熱乾麵加油嘛 大家說你是在說什麼 那再來呢 消費堵點又是創新的一個詞 但是顯然呢 這個習近平好像也有說啦 好像也有呼應李克強他說 經濟疏通程度不高啦 還存不少堵點帶打通啊 獨裁國家的悲哀就是 李克強講的對 但是有權利的是習近平 所以這個乾麵會大賣 堵點會消失 他那個堵點其實把人美化了 那只是一個一個的消費者 或一個一個的人 那他打臉習近平什麼 習近平不是要去平化嗎 你去平化你口袋有錢 你就會消費循環 所以那個消費堵點 李克強之前已經鬧過一次了 就跟他講 不可能去平化 我們一千塊以下的 有幾億人嘛 六億人嘛 那是已經傷一次了 這次習近平還要大家加油 我們要賞櫻花 堵點堵住了 所以李克強那GAS不錯 他講對你要把那個堵點 一般我們 共產社會讀的經濟學 跟我們西方讀的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讀的自由經濟的經濟學 循環經濟才會啟動 錢都放在口袋裡面 他就會recession 他就會蕭條 那李克強對 可是他沒有負責決策 現在產生一個荒謬的情形 獨裁國家 只要這個獨裁的皇帝一句話下去 就會產生必然荒謬的現象 之前不是清盤計畫嗎 對 你知道這兩天 光盤 光盤計畫 中國 上海什麼 他們飯店有這種菜 就是上一 我們十個人點九道菜 全部都是人家吃過的 那誰敢吃啊 其實那是做成像吃過 做成 懂意思嗎 你要我做我就做給你看 我這道全部都是吃剩的魚 吃剩的蹄膀 吃剩的什麼 全部都吃剩菜 我夠節省吧 飯店 有這個菜單 完全是假的 假的嘛 那這一次團結要幫這個熱乾麵 要加油 當場他停一下 那怎麼辦 鼓掌 那開始去附和什麼的 你信不信 開始接下來想升官的 吃 給我吃熱乾麵 小粉紅 感動的痛苦 吃熱乾麵 偉大的國家主席 講的你就不吃 那這個國家就會把力量 跟信仰 用在追隨獨宅者的一句話 搞不好那句話 還是個錯話 那對中國來講 他現在面對的問題是 經濟 外部跟周邊國家處不來 印度最近他們派了三架 轟六的轟炸機去 印度那邊又燒起來 然後台灣這沿海 從日本一路到東南亞 沒有一個國家搞得好 然後呢 美國總統已經告訴你 我川普不再依賴中國 那是生產線的移出 也是採購團的移出 這大不大很大 美國也要付出代價 中國也要付出代價 那全部都將在那裡 一切等十一月三號 美國總統選完 我告訴你 選完萬一 這個上帝給你的人 還是姓川的話 我看 我看那時候 中國就挫來大 就不是吃熱乾麵 可以解決的問題 國中哥來 現在習近平都忙著粉飾太平 講了這番話 為熱乾麵加油 感動了好多小粉紅 那李克強呢 都來講實話 要打通讀點 的確他們現在經濟非常嚴峻 可是李克強現在可能 在他這個派系 可能已經被壓制在那裡 因為現在你去看網路上面 所有的地攤經濟 全部都停止了 尤其是在這大城市 廣州這邊地方 以前可以擺的那些地攤 就千萬先開始現在管制了 不只你們把講法都刪掉了 但是會很慘 那現在就是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整個網路 在播放所有從北京上海 廣州的那種廣場 那些大的百貨公司 這樣真是很蕭條 都沒有人了啦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從習近平這番講話 可以看出 他有一點精神上 有點魂不守舍 尤其是李克強在旁邊 在這樣的場面裡面 他講要表演給全國看 又要給世界看 因為這個武漢會員 這個問題很嚴重 全世界都到現在還沒有壓制住 還沒有管控制 他能夠講出什麼話 大家看結果他講出這樣 所以網路現在在哭手 習近平北京烤鴨 為武漢的熱乾麵加油 揚州炒汗為熱乾麵加油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 重慶的辣粉 辣蒜麵 為熱乾麵加油 已經哭訴到這種地步了 一個國家主席講話 讓所有人 全他們中國的人 大家在那裡哭訴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他的領導 現在問題出了很大 嚴重問題了 可是他今天到今天 他還沒有辦法交代 他利用這個機會 好像要來鼓勵 好像以為他們中國的疫情 已經穩住了 鼓勵所有人 他在表彰 表彰防疫有功人員 那現在到今天為止 他們很多大城市 還是在嚴格在管制 你比如北京 你出京入京 都還是要拿出 他們的這個健康保 那個什麼證明 才能進出的 這說明說 你上面講這些話 底下你沒有落實去做的話 沒有用意的 現在是洪水過去雨後 滿目蒼蠅 現在整個中國 有大多數的城市 在那裡清理這些障礙 還在清理不完 那你怎麼處理呢 你又不重用李克強的經濟理論 你自己要這樣搞的話 那就完蛋了 告訴自己 佩芬姐 所以現在從上到下 從習近平都一路在作假 你的底下光盤 上面在為熱乾麵加油 我覺得他有點心不在焉 你熱乾麵可能是武漢的熱乾麵 但是你講完整一點 就是說武漢的熱乾麵 大家就聽懂了 你光是個什麼幫熱乾麵加油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荒唐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壓力 然後心不在焉 但是李克強當然不爽 因為當初李克強跟他在爭黨主席 那是落敗下來 他是江澤民的人 所以你說他再造反再不爽 他也沒辦法把習近平拉下馬 就算習近平今天拉下馬 也未必是李克強 所以他共產黨那種權力鬥爭 路線鬥爭 其實是蠻可怕的 如果李克強在旁邊 一直翻一直翻就表示 不耐煩 是不是 因為講話非常的長 還乾坷了兩聲 就只要是要聽不耐煩 還就是你講的 也沒有聽不耐煩 我就覺得不耐煩 好 好